大家好 歡迎收看不負責任 熱血君 今天來給大家介紹 台灣從未上映過大家最生疏的勇者 勇者指令 也是唯一一部以戰隊為主題的勇者 是日生動畫公司製作的勇者系列第七作 於1996年2月3日至1997年1月25日 每週六晚上5點至5點30 在名古屋見識台首播全48集 為什麼熱血君會突然想介紹這部作品呢? 因為牽職鏈剛立合體 盡力達古澳近期已經發貨 其貴桑桑的售價 熱血君實在是買不起 當然各位在座的勇者們 能夠斗內贊助熱血君購買 也就在此跟粉絲們說聲非常感激 眼看著市場上一直狂出勇者指令的集體 但台灣大部分的勇者粉絲們 卻對他的故事一知半解 買起模型來就少了個共鳴 所以熱血君也趁機概略地為大家介紹 勇者指令的主線故事內容 給沒時間收看長篇故事的勇者們快速了解 當然看完之後有興趣的勇者們 可以自行去找動畫補完細節內容喔 這個節目是 不負責任風洞漫 不負責任熱血君 熱血君提供的提供 主角一行人聚集在市區討論者這件事情的同時 突然間發生了地震 還從地底噴出大量的沙子 這時從太空飛來的隕石 與大量的沙子合體成巨大的宇宙人 並開始破壞城市襲擊人類 就在宇宙人準備攻擊主角大唐四眼與他的夥伴時 來自宇宙警察機構的刑警 勇者新人將他們給救下 並告訴他們佔領宇宙監獄沙羅索格的殘暴囚犯們 開始進行行星狩獵計劃 很不巧的 這次又盯上了地球 地球實在是有夠衰啊 但是沒關係 勇者新人打算抄襲藍光人 把問題甩鍋給地球人 並將名叫打鼓奧的能力 還有他仿造地球工具所製造出來的載具 全數交給了主角等人 因為宇宙警察們目前分身乏術 沒餘力解決問題 而打鼓奧一詞在勇者新球代表著勇者的意思 首先主角們利用勇者新人授予的變身器 分別變身為烈火炎 天空翼 漩渦海 鐵甲森 幻影龍戰士 聯手圍攻巨大宇宙人 將他們一一擊潰後 被擊潰的宇宙人核心紛紛融合起來 成為超巨大宇宙人 烈火炎劍狀 立馬與火炎巡邏車二位一體為打鼓火焰 隨即對敵人發射 三兩下就將超巨大宇宙人給轟爆 讓地球暫時獲得短暫的和平 時間來到了一日 烈火炎騎車上學途中意外撞見了連環車禍事故 並且引發了大爆炸 所幸他即時變身將昏迷的乘客救出 才沒有導致人員傷亡 並察覺到是能變成液體的嘉倫新人所為 但敵人卻已找一步逃到下水道 於是烈火炎切而不捨的追擊之下 終於找到了正在電車上的嘉倫新人 烈火炎先是駕駛警車 緊急讓電車停死後 本想進電車內逮人時 嘉倫新人卻不講武德偷襲 導致烈火炎身體遭到強力電擊 身受重傷無法行動 所幸夥伴們即時發現 把烈火炎帶往火焰救護車內救治期間 瞭解事情的來龍去脈 於是他們一路追查到郊區的一間工廠 遇到強化後的嘉倫新人 並且聯手攻擊總算將其消滅 但嘉倫新人並沒有死透 他殘存的細胞混入一間農場 吸收了一大批乳牛 不僅成為巨大化的嘉倫新人 還在視訊內騷擾大批民眾 由於烈火炎還未痊癒 鐵甲生等三人決定搭乘各自的載具先行出發 前來阻止巨大化嘉倫新人繼續危害市民們 但還不會與載具二位一體的鐵甲生等人 卻在戰鬥中陷入苦戰 身陷危機之中 所幸打鼓火炎即時出現 將嘉倫新人暴打一頓 總算拯救夥伴們脫離險境 然而勉強參戰的打鼓火焰 傷勢病未痊癒 導致出力低下反過來被敵人採虐 最終倒地不起 鐵甲生等三人情急之下 終於覺醒了勇者之魂 他們紛紛與各自的載具二位一體加入戰局 終於在三人不講武德的聯手圍攻之下 徹底將敵人消滅 可就在這時 死亡電波新人製造出的巨大海嘯像城市鋪來 還好已經覺醒勇者之魂的漩渦海 鐵甲生、飛空翼等三人 隨即開始重聯合體 合體為子彈、列車、打鼓奧 一招 輕鬆便把海浪凍結成功阻止海嘯 離此同時 電波新人在海上襲擊一艘輪船 導致輪船沉沒、海、森翼等三人得知消息後 再度搭乘載具前往出世地點調查 遭遇到了駕馭者陀螺的死亡電波新人 但這次腦袋直掌肌肉的鐵甲生卻意外地拒絕合體 因為他覺得自己可以應付 獨自行動的他立馬遭遇死亡電波新人偷襲 關在了巨型陀螺內部 不過海宇翼卻不計前嫌 他們立馬融合為打鼓漩渦與打鼓翼 兩人聯手牽制巨型陀螺豁出勞命 終於在烈火炎變成了火鳥形態幫助下 成功將鐵甲生於敵人體內救出 緊接著烈火炎趕緊與警車融合為打鼓炎 載與趕來支援的載具火炎珍寶客機、消防車、救護車 火炎合體為火炎打鼓奧 被救出的鐵甲生也學乖 趕緊與夥伴們合體為子彈、列車、打鼓奧 一起使用絕招 Z-Fire-Torm Fire-Torm 聯手消滅了巨型陀螺 另一方面獨自行動中的幻影龍 也以一招 大回転、天佈彈 消滅了主魔死亡電波新人 不過喜愛獨來獨往的幻影龍 卻引起了護部學的好奇對他私生活秘密調查 但形勢笨拙的學很快就被幻影龍發現 更供出委託者是烈火炎 可就在這時街上出現了被混沌星人附身 而到處破壞的化石恐龍 龍只好暫時不追究此事 聯手阻止混沌星人的惡行 兩人很快打倒化石恐龍之後 便趕緊追著逃走中的混沌星人 來到一家虛擬遊戲中心 被迫參與敵人舉辦的 決戰魔界行星體感遊戲 習慣單打獨鬥的龍只好與炎攜手合作 盡快打倒敵人 不過在戰鬥中 炎為了保護龍受到敵人偷襲而受傷 激起龍的暴怒使用絕招 瞬間就把BOSS當場斬殺 但混沌星人卻耍賴 不服輸的附身在整個遊戲中心的建築物上 變成一隻龐然大物的怪獸 於是幻影龍先是於影子噴射機 融合為打鼓影子 隨即對敵人使出 將怪獸束縛之後 立馬變身為幻影飛龍使用必殺 成功將怪獸給消滅 但垂死的混沌星人卻偷襲語言交談中的龍 致死龍當場暈倒過去 烈火炎見狀 趕緊將龍帶往火炎救護車內部治療 終於醒來的龍向夥伴們說起 在和混沌星人接觸時 得到了關於宇宙監獄沙羅格所的記憶 得知敵人的數量多達5000個 對幻影龍私生活還想調查徹底的烈火炎 便在夜間慫恿其他夥伴們來到學校後山調查 幻影龍住在哪 因為烈火炎認為龍常常在放學時到後山 卻不見蹤影 於是在飛空翼的帶領下 四人搜索後山期間 發現了一個奇怪的中午洞 原來裡面藏有勇者新人為他們準備好的打鼓基地 就在大家戰戰的基地內部的高科技設備時 幻影龍通過通信器通知夥伴們 市區上出現了一架巨大UFO 終於趕到案發現場的烈火炎 趕緊與苦戰的龍聯手 消滅大PT巨大UFO護衛的雜兵們 但巨大UFO卻使用黑洞產生環 把隨後趕來的重聯合體三人組吸進黑洞內 炎與龍劍夥伴們有難 趕緊融合為打鼓火炎以及打鼓影子與敵人交戰 但攻擊力不足的兩人馬上就被敵人玩弄於鼓掌之間 索性勇者們即將團滅之際 打鼓影子的三隻護衛機受趕來支援 一陣猛攻之下 終於把被困在黑洞裡的重聯合體三人組給解救出來 於是打鼓影子趁遲良機 趕緊與護衛機受們合體為幻影打鼓奧 隨機一招 將UFO給徹底消滅 就在烈火炎與夥伴們陶醉在勝利的喜悅時 幕後黑手電狐星人通過立體影像 向五位勇者們打聲招呼 提醒他們下次見面就沒這麼好運了 與此同時 遠在南極的上空出現了一道劃破藍天的紅色光芒 原來是一把巨大的劍墜落在南極大陸 它就是宇宙劍士萊安 烈火炎得知不明物體墜落地球趕來查看 並將它帶回打鼓基地 才從萊安口中得知 因為故鄉劍心被電狐星人毀滅 他為了向電狐星人復仇 而追到十萬光年遠的地球來 就在大家彼此交換情報期間 電狐星人來到了城市中到處作亂 報仇心切的萊安失去理智 立馬去找電狐星人報仇邪恨 但他魯莽行徑卻被火焰打鼓奧給中途阻攔 因為此處要是大爆炸的話 會波及附近的油庫 引發重大災難 但萊安認為地球怎樣關他屁死 兩人因此在敵人面前扭打成一團 電狐星人則是趁勇者小隊發生內訌期間 利用觸手控制住子彈列車與幻影打鼓奧 萊安則是趁火焰打鼓奧擔心夥伴時 趕緊變成獅子王劍想要一箭刺穿仇敵 卻沒想到被電狐星人發射了 超震動波給轟得動彈不得 準備要把萊安震得粉身碎骨之際 火焰打鼓奧卻以身犯險握住了獅子王劍 以自己之力灌輸在萊安身上 終於成功化解了超震動波攻擊 當場暈倒過去 電狐星人則是用力過度只好趕緊撤退 放棄將勇者小隊全滅的機會 被救的萊安雖然表示欠獵火焰一次人情 但他還沒有打算加入勇者小隊的行列當場離去 然而擁有鋼鐵外殼 通過吃鐵子材料成長的阿爾瑪星人 襲擊了建築工地 得知敵人再度來襲的勇者們緊急趕往現場 拼命阻止敵人作亂 然而勇者站隊的猛烈攻擊 全都對阿爾瑪星人無效 就連火焰打鼓奧的必殺技火焰神劍 都不把破壞敵人的厚重裝甲 好在萊安即時出現 他化身為獅子王劍 一刀劈死阿爾瑪星人 勇者們眼看萊安身手如此了得 隨即邀請萊安陸隊一起消滅邪惡 但萊安卻拒絕成為他們的同伴 只是還上次的人情而已 便當場離去 但事情還會解決呢 另一隻阿爾瑪星人找上了萊安復仇 很快便將來不及變成劍的他給擊潰 身陷危機之中動彈不得 就在萊安即將克死異鄉之際 勇者小隊趕來擋住敵人的攻勢 再次拯救萊安一命 萊安看到勇者們守護同伴的決心 決定幫助他們 於是火焰打鼓奧 便拿著萊安變成了獅子王劍 其必殺技命名為 輕鬆將阿爾瑪星人給一刀兩斷當場消滅 另一方面 許久不見的勇者星人 再度找上了烈火炎的打架死黨 並賜予他能夠變身為鋼撞機的能力 但是烈火炎等人卻懷疑勇者星人頭壞掉 總會選上腦殘的鋼撞機當勇者 於是剛撞機在隔天早上就把夥伴們 全部叫來打鼓基地集合 其目的就是為了炫耀自己的載具 全身插得不亮的鑽頭列車 他完全不理會大家的埋怨 做這種無聊事 並強行駕走烈火炎 準備搭乘自己的鑽頭列車出發巡邏時 卻不幸遇到敵方派出來的邪惡宇宙人前來找查 並且約勇者們出來幹架 然而幾波攻擊下來 勇者戰隊被敵人強大的火力打得潰不成軍 就連子彈、列車與幻影打鼓奧以及萊安 都被敵人召喚出的死靈軍團給擊潰 此時魚獵火炎本來就是死對頭的鋼撞機 卻對他提出了合體要求 因為他早前曾聽眾年合體三人組說過 只有感情深厚的朋友才能夠合體 不過鋼撞機的如意上盤卻打不響 因為玩具廠商設計火焰打鼓奧之初 根本就沒有替鋼撞機預留合體插槽 理所當然合體是失敗了 不想再跟鋼撞機玩下去的烈火炎 趕緊與支援載軍們合體為火焰打鼓奧 他隨即手握萊安對敵人使出必殺 烈火失望劍 卻意外地被死靈軍團給反殺 其幕後黑手修德龍星人也在此時現身 他隨即在上空製造出一個異空間 將火焰打鼓奧、幻影打鼓奧、還有萊安一起抓走 並且向回到基地內整補的鋼撞機 與眾年合體三人組宣布 將會把抓住的三位勇者進行公開組行 沒想到修德龍星人此舉根本是坐實的行為 刺激到雞、海、生意、同仇敵凱 激發出四人要救出夥伴們的心情 這次有了鋼撞機的加入 使用超重年合體 誕生出威力更強大的勇者 超級子彈列車打鼓奧 並且挾著出登場的新手威能優勢 隨即對敵人使出必殺 一炮便把於死靈軍團合體的 修德龍星人給轟至魂飛魄散 緊接著勇者小隊為了放鬆一下 在後山搞野炊時 突然發現天空中出現一個奇異的光點 原來這個光點是駕駛飛行器T96的激素星人 待勇者們到達光點降落地點時 卻意外地發現激素星人在地球扎根 並且吸收了周圍的植物能量使其枯萎 然而這次的敵人跟上次比起來差了好幾個檔次 很快就被勇者們聯手夾攻之下當場轟爆 而他們也在不遠處的森林裡 發現激素星人所搭乘的飛行器T96 原來他是個有自我意識的機器人 被勇者們嚇著閃料在森林裡四處逃竄 害得勇者們只能跟在屁股後面使命追趕 可這時原本被下面的激素星人又再次長出來 立馬將變成無線炮的T96給取走之後 隨即朝遠處發射 瞬間把附近的工廠給移為平地 由於激素星人手持威力無比的無線炮 使勇者小隊們無法靠近 眾人僅覺得要正面硬剛無線炮是不可能的 便決定要在激素星人攻擊能量給無線炮期間 切斷敵人與無線炮的聯繫 於是打鼓火焰與變成幻影飛龍的打鼓移植聯手 從空中向激素星人揚弓 藉此吸引敵人的注意 朝重聯合體四人組便從地底趁機竄出 朝激素星人猛攻 終於成功切斷了敵人與無線炮的聯繫 本想再次閃尿落跑的T96 這次卻被打鼓火焰給燃柱退路 想要徹底將其摧毀之際 藍安突然阻止打鼓火焰痛下殺手 並勸說T96加入勇者們的行列 於是T96為了活命 決定判變讓火焰打鼓奧所使用 一炮便將激素星人給徹底消滅 敵人解決之後 無線炮T96被夥伴們強行改名鋼基督 並且由藍安看管負責教育 然而剛加入勇者戰隊的鋼基督 缺乏善惡的判斷 在後山基地亂開砲引起騷動 引來夥伴們在上課中還要趕回基地 向鋼基督說叫 氣得烈火炎想要將他當場分解處分 不過藍安認為鋼基督他還只是個孩子 應該要多給他機會 學習如何正確使用武器保護地球 鋼基督也跟藍安約定好不能攻擊朋友 可這時 飛空翼接到了白變的加米龍星人 在城市中搞破壞的消息 更麻煩的是 敵人還跟巨大的煤氣罐同化 為了不讓敵人引起大範圍爆炸 藍安用自己身軀擋住了鋼基督對加米龍星人的攻擊 導致藍安受到了嚴重的傷害 鋼基督眼看最好的朋友 因為自己的魯莽所傷 便內疚地隨即離家出走 在火山口處痛哭失聲 負傷的藍安在森林中找到了鋼基督 沒想到卻是加米龍星人所變 還被狠狠地痛咒一頓 更慘的是 就連電狐星人也趕來現場撿尾刀 想要趁藍安生病要他性命 與此同時 打鼓火焰找到了鋼基督 兩人在回城途中的小島上發現了藍安的屍體 電狐星人卻在這時突然現身 不僅命令衛裝成藍安屍體的加米龍星人 偷襲火焰打鼓奧將其打倒 更強行將鋼基督抓住納威己用 還以藍安的性命做威脅 要火焰打鼓奧不能輕舉妄動 不過就在電狐星人準備利用無線炮 取火焰打鼓奧性命時 鋼基督以自己的意志旅行 不能攻擊朋友的約定 終於趕到現場支援的夥伴們 隨即朝電狐星人狂轟猛炸 總算讓鋼基督擺脫控制 並且成功地把釘在岩石上的藍安給救下 最後憤怒的火焰打鼓奧和鋼基督 再度連結發射無線炮 將變成鈍的加米龍星人摧毀 電狐星人也嚇著閃尿逃走 事件結束後 夥伴們終於認可了鋼基督 成為一位出色的勇者 可惜勇者們高興沒多久 天空突然出現了藍北兩極才有的極光 並且無視季節的降雪 使整個地球進入寒冷的嚴冬 藍安看到眼前光景 突然想到母星被電狐星人冰封的慘狀 於是她獨自找到了電狐城 想要與電狐星人再次決一死戰 藍安會這麼有底氣 是因為她體內裝有反物質反應爐 只需要自爆 也能跟電狐星人拼個同歸於盡 但趕來的鋼基督卻阻止藍安 不可以輕易犧牲生命 電狐星人變稱兩人吵架時不講武德搞偷襲 把鋼基督與藍安一起冰封 於是電狐城內的行星凍結裝置也跟著開啟 致死冰封的範圍逐漸擴大 30分鐘後地球就會進入全面冰河時期 隨後趕到電狐城的勇者小隊 馬上合體與電狐星人來個最終決戰 然而勇者們的火力嚴重不足 一陣狂轟之下 電狐城竟然完全沒有損傷 更被城內竄出的觸手給牢牢捆綁 並且遭受強力電擊 把勇者們電得毫無還手之力 另一方面 鋼基督趁機利用自己體內的電池放出熱能 成功助萊安脫困之後立馬加入戰局 變成獅子王劍斬斷敵人觸手 終於將夥伴們全速救下 超級子彈列車與影子達古奧則向萊安提議 要把所有能量都給予剛機度 利用無線砲擊落電狐城 於是充滿能量的剛機度 趕緊與火焰達古奧連結 朝電狐城發射無線砲 令人出乎意料的 連最終殺雜無線砲也不能把電狐城給摧毀 火焰達古奧則立馬解除合體散落一敵 更糟的是 在5分鐘地球就要陷入永無止境的冰河時期 但烈火炎並沒有放棄 他隨即駕駛火焰珍寶客機 當場衝撞電狐城 其爆炸的衝擊力 終於將電狐城以及行星凍結裝置給徹底破壞 但此時的火焰珍寶客機已經大破 沉入海底的深淵之中 烈火炎已經無法合體為火焰達古奧了 那麼 今天的故事就介紹到這邊 下期剛力合體 盡力達古奧將會帥氣登場 將邪惡勢力徹底消滅 喜歡勇者系列的朋友們 影片資源收集不易 很請大家多多幫忙按讚 訂閱 加分享哦 如果覺得熱血君整理的不錯 也可以點擊影片右下角的超級感謝 請熱血君喝杯咖啡 最低只要30元哦 您的每一次超級感謝贊助與廣告點閱 都是團隊們創作的動力 讓頻道可以走得更長久哦